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解的是高中英文农藤版第三册的第四课 标题是Day of the Dead, A Joyous Celebration of Death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标题 Day放在聚首,表示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是谁的日子呢?The Dead 好,那The Dead呢,我们先来看Dead这个字 这个字呢,当作形容词是死亡的 那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它的动词就是从die衍生过来的 死亡这个字,英文就念成death,它是属于名词 那英文里面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呢 后面在这些形容词的时候 通常它是把people这个字呢,给省略掉了 表示同样性质的人 例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有the rich表示是有钱人 the poor表示贫穷的人 the homeless指的是无家可归的 the blind指的是已经看不到的 the deaf指的是耳朵听不到的 所以呢,像这样子的组合呢 其实在我们英文呢,出现的几率相当的高 同学呢,不妨呢,要把它记一记 所以呢,day of the dead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逝去的人,纪念他们的日子 那这就是墨西哥的亡灵节 那么它的副标题呢,是 a joyous celebration of death Joyous,它是一个叫做欢乐的,喜乐的,英文念成Joyous Celebration是庆祝 那死亡在东方的传统,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 那为什么呢?在墨西哥呢,这个date of the dead是一个快乐的呢? 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第一段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have a deceased loved one Return and accompany you to a holiday celebration? 好,那这边呢,有一个呢,我们很常见的句型 就是have you ever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have you ever 通常后面呢,必须要将过去分词 表示对过去的一种经验的一个疑问句 你曾经怎么样过吗? 好,那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think about 那think about我们都知道呢,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翻成想过 那think这个字呢,别忘记了 它的动词三态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think, thought, thought 那在这边,我们因为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表示呢,从以前到现在的经验 所以呢,这个thought这边呢,特别要提醒同学 它的词类是属于一个过去分词 这边就形成了一个现在完成式 好,所以他说呢,你有曾经这么想过吗? ever当作曾经 你曾经想过这件事情吗? 好,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这边是有一个what 一个复合的关系代名词 在这边引导一个名词指句 在这里当作介细词 about的售词 因为呢,我们知道呢 about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 它的词类,它是一个介细词 那介细词呢,通常呢 我们在后面呢,必须要接一个名词 好,那这边呢,所以呢 接了一个名词的指句 由what所领导的名词指句 好,所以呢,他说呢 what it would be like 好,be like的意思呢 是像这件事情看起来 感觉起来像什么呢? what it would be like 那这it呢,在这个指句里头呢 它是属于一个虚主词 真正的主词在哪里? 就是在这边 to have a deceased loved one return and accompany you to a holiday celebration 整句 从这边 整个 它就是一个 所谓的真主词 那这种真主词呢 为什么 英文里面要一个虚主词 跟一个真主词呢 它的目的就是因为 你看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真主词 全部都放到句子前面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它的主词会太长 那太长感觉起来就是 头非常的重 然后呢 后面呢 脚只有一点点而已 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所以说英文里面呢 他们非常经常的使用到 it这个虚主词 来代替后面很长的一个真主词 那在这边呢 指的就是这个不定词片语 注意哦 这边整个是一个不定词片语 所以这个不定词片语 非常非常的长 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说呢 你有没有曾经讲过呢 这件事情感觉起来像什么呢 what it would be like 那这边要提醒同学的是 what要搭配like 好那什么事情感觉起来像什么呢 to have a deceased loved one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分析这两个字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字呢 它都有加ed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念成disease disease这个字呢 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是去世 逝世的意思 我们在后面呢 加上一个d 就变成所谓死去的 死亡的 那这个love呢 就是所谓的爱 那这边呢 就是被你所喜爱的 不管是家人 还是朋友 那这个家人或朋友 你爱的这个家人或朋友 已经过世了 OK 好那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动词 就是have 那have这边呢 原本的意思呢 可以当作有 但是呢 have这个字除了可以当作有之外 它还可以当作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意思 就是令或者是让的意思 那它当作一个实义动词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 就是后面呢 我们可以加原型动词表主动 还有呢 或者它可以用呢 所谓的过去分词 在这边呢 你就特别要注意到 它是表被动 被怎么样 另一个人或让一个人 让一个东西怎么样 或者是被怎么样 所以说这边呢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呢 让一个已经 你喜爱的 已经过世的one 好 这个one呢 指的就是person的意思 就是人 好那各位 你们发现 return and accompany 这边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原型动词 所以这边呢 它是表主动 那为什么要用原型动词呢 真正的one 这边是一个受词 好 那它的动词呢 就在这个return 回来返回 然后呢 陪伴你 accompany you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动词 都要用原型动词 因为这边呢 是前面十一动词 have的原因 所以这边 你要用原型动词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呢 要让一个 你所爱的 已经过世的人 回来 返回 return 就是返回的意思 那accompany呢 是我们这一刻的单字 它的意思就是陪伴 陪伴你 去做什么事情呢 to a holiday celebration 去参加一个假期的庆祝会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呢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好 它说 the idea may scare you to death or at least make your hair stand on end but this is essential concept behind the day of the dead in Mexico where people celebrate death with joy and humor rather than mourneth with sorrow 我们来看这一句 这一句呢 稍微长了一点 the idea 表示呢 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的点子 这个想法呢 may scare you to death 好 这是我们这一颗的重要的片语 把你给吓死了 把你给吓得要命 吓呆了 scare you to death 或者呢 at least 那我们看这个片语 at least呢 这个片语呢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至少 那这边呢 提醒同学 他有另外一个很像的片语 叫做at last at last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最后 特别要提醒同学的 或者呢 至少呢 会让你呢 may your hair stand on on end 好 这个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指的就是 让你毛骨悚然 那其实毛骨悚然 跟吓得要死 其实受到害 惊吓的程度 也都差不多 好 他说呢 这个想法 或者呢 会把你吓得要命 至少会让你呢 毛骨悚然 但是 this is the essential concept between the day of the dead 但是呢 这却是那个 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 看法 跟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呢 behind 在什么什么的 后面 好 那这边 behind 这个是一个介细词 我们中文翻成 在什么什么的 后面 在这个亡灵节 the day of the dead 这个亡灵节 是在什么国家呢 in Mexico 在墨西哥 所以在墨西哥 亡灵节的背后 最主要的概念 就是这一个 就是呢 让你所爱的人 回到你的身边 伴随着你 去参加一个 庆祝会 好 那这边呢 where 这边呢 特别提醒同学的 这个where 前面呢 它有一个逗点 那这有没有逗点呢 它的意思 在文法上 相差非常的多 同学要特别的注意 那什么时候有逗点呢 就是当前面的 这个先行词 它是属于 专有名词的时候 那像在这边 Mexico 是墨西哥指的 就是地球上 唯一的那个 墨西哥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 你这时候 你就要用where 这个关系 表示地方的 复合关系 台名词 来代替前面的 Mexico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这个where 它就等于 in which的意思 那这个which呢 在这边就是Mexico 就是in Mexico 所以呢 这个where 等于in Mexico 其实就是放在 这个句子里面的 最后面 好 所以呢 在墨西哥呢 people celebrate death 他们呢 会庆祝死亡这件事 以什么样的方式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边呢 你们看到 它的介细词呢 要用with 它是以一个快乐的 joy 快乐的 还有呢 humor 有趣的 幽默的 而不是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这个很重要 很常见的一个片语 连接词片语 rather than rather than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而不的意思 而不是什么呢 mourned with sorrow 好 所以各位 你们发现 这边呢 rather than 它可以当作是一个 对等的连接词 动词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是celebrate mourn这边呢 是第二个动词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边有两个动词 因为rather than 它是一个对等的连接词 所以呢 前面的动词 e要跟后面的动词 是同样的时态 跟此类都是动词 所以你们发现 它说呢 在墨西哥呢 人们庆祝死亡 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庆祝死亡呢 with joy and humor 而不是 mourned 不是呢 it这边 指的就是死亡的意思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两个句子 前后 它其实呢 都是有对仗的 所以这边的呢 it指的就是death 然后呢 你们发现 后面还是一样 接的是with 只是呢 跟刚才不一样的 刚才是with joy and humor 这边呢 是with sorrow 是以悲伤的方式 来去呢 哀悼他 more这个字 指的就是哀悼 所以呢 墨西哥人呢 面对死亡的态度 是非常的快乐 跟幽默的 好 接下来它说 on this joyous occasion family members gather for a reunion in honor of those who have moved on to the afterlife on this joyous occasion 好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 提醒同学 接西词 要用on 那occasion 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 场合时刻 或者是节日 在这边呢 当作节日 在一个呢 欢乐的节日的时候呢 family members 这边指的就是 家人的意思 我们常常讲的 家人 英文就用family members 好 他们会gather 好 那gather这个字 指的就是聚集的意思 他们呢 会聚集 聚会 在一起 英文就用gather 集合 他们为什么 集合呢 为了要去团聚 reunion 也是我们这颗的 重要的名词 叫做团聚的意思 好 in honor of 为什么这些家人 要团聚起来呢 就是为了要去纪念 纪念哪些人 those who those people who 那一些人 什么人呢 好 这边呢 又用一个关系字句 这个关系字句 其实就是用来修饰 这个先行词 就是those people who 他其实呢 在这边呢 他是把一个people 这个字呢 给省略掉了 好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知道 这个后面 这个who 这个关系字句 他其实就是用来修饰 前面的先行词 好 他呢 为了纪念哪些人呢 纪念那些已经move down 好 这个move down 我们看这个片语 move on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继续前往的意思 好 这边继续前往什么地方呢 to the afterlife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after life 这边呢 我们英文 念成after life 中文呢 指的就是来世的意思 来生 或者是来世 英文呢 我们就念成 after life 也就是指的 就是死后的世界 好 那这个亡灵节 是如何的庆祝 或者是他的起源 是怎么样呢 我们下一段来继续讲解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